杂重金拍直感广告 强调要给你无微不至的美丽和自信 如今这间医美诊所却被控在抽脂手术中 害人丧命 救护车将患者紧急送医 却还是换不回她的宝贵生命 妈妈表示灵性女姐17号 在未婚夫陪同下到医美诊所 进行腹部手臂腰的抽脂手术 表定这下午四点就要结束 却拖到晚上六点多 第一时间还叫私人救护车 送马街医院 最后才改由一一九就近 送到国泰医院 但女子到院前已经明显死亡 让家属质疑诊所 掩护送医 强调是家属误解一切合乎程序 但妈妈更质疑 当天咨询师拿着她的提款卡 自行领了四万元的手术费用 诊所则说这是员工私人行为 会进行惩处也交由 司法处理 二十六岁的灵性死者 和未婚夫脸贴脸 亲密合照 两个人感情甜蜜 甚至签好结婚书约 遇进明年登记举办婚礼 原本想做最美的新娘 刚才决定动手术 没想到这一去却天人永隔 留给未婚夫无限伤悲 《华视新闻》 我们是梁洪志台北报道